你又做什么哟 我看你单脚站着睡觉不太正常 想关心一下你吗 你的出发点是好的 但你别出发 那你为啥要单脚站着睡觉呢 这是写在基因里的 方便我在危险时快速逃生 毕竟世道险恶啊 我还以为你是怕冷呢 我脚上没有羽毛 热量流逝快 八脚缩进羽毛里 是为了保存热量 能趴着为啥要单脚站着 你不累吗 做鸭子哪有不累的 只是比你个大公仔要轻松一点 还有很多勤累也会站着睡觉 哎呀 可是你们这样好容易摔倒啊 我们的平衡能力强 脚长大不会轻易摔倒 除非有人要陷害我们 你们真厉害啊 那又怎样 好多兄弟姐妹都飞不出南京 瞧你说的 哪来的小豆丁 你混进来干什么 闪开 我是来参加营养测试的 就你这一副发育缓慢 营养不良的样子 还想跟我儿子一样参加测试 老爸放心 我力大饱满 营养方面肯定秒杀着小不点 开始测试了 小蓝莓花青素含量较高 不可能 我居然输给这个小矮子 一定是它作弊了 或者是你们的仪器坏了 你们蓝莓的果皮含有大量维生素和花青素 小蓝莓虽然个头小 但果皮占比却高 花青素含量比你们高很正常 咱们蓝莓不是越大越好 浓缩才是精华了 为什么不能随便摸松狮犬 哇 青狭的狗 好可爱 不要摸 好可爱 不摸太可惜了 这是松狮犬 它们不喜欢被别人逗玩 独立又固执 非常有个性 你别指望它当一只甜狗 可它真的长在我的心发上 是我的crash 松狮犬体格强壮 眼睛深邃 有独特的蓝舌头 看起来安静又高贵 是产自中国的犬种 据说唐朝皇帝 也喜欢撸它们 它们阵容庞大 勇气牵制 哈吉米 上次我表弟就会松狮犬咬了 松狮犬对主人忠诚 但它也是猎性犬 攻击性较强 连宠物店都不敢接待洗澡 在茫茫沟海中 遇见着狗身缘分 不善良 它不会咬我的 你个仙猪少 谁管你善不善良 赶紧滚 我发疯起来 连自己都害怕 好可怕 我再也不敢随便摸口了 又老又没用 有啦 咋这么视力眼呢 我虽然老了 但还能发挥余热呢 你看你家的花 都饿得前胸切后背了 可以用我自制酵素肥 妙手回春啊 听起来貌似可行 你倒是讲讲吧 先将家里 你看不上眼的果皮菜叶 切成碎片 当然也包括我 将红糖 果蔬渣 水 按1比3比10的比例 混合均匀 用塑料桶 空存三个月就好了 就这么简单 能成功吗 你放心 你只需要每天打开盖子 帮我放放气就可以了 没想到 不要的果皮烂菜叶 真能制作酵素肥 又省了一比啊 香菜太好吃了 总有一天我要让全世界都种满香菜 就你这法法 我们香菜吃一颗少一颗 好年马月才能种满全世界啊 怎么 你在教我做事啊 咱们香菜生命力顽强 只摘取外层叶子 不伤害到根部和菜心 我就能一直长新叶 遵度假度 我要是说谎 下辈子投胎成折耳根 那香菜根 是不是也能废物利用 既然你诚心诚意地发问了 那我就大发慈悲地告诉你 把香菜根直接放进水瓶里 放在温暖散射光的环境 过两天就冒尖了 想不到香菜半夜 也可以一茶一茶吃不完 等我有钱了 我要顾所有不吃香菜的人 都来种香菜 不然 我都切开这么久了 快来吃碗 不是我不想吃啊 你黑成这样 多影响食欲哦 你还好意思说 有没有反省一下 自己有没有给我做美容 咱们苹果富含分类物质 最爱氧化了 一个不注意就容易变黑 是不是你没努力做防氧化 我努力不清楚 一个苹果敢这么跟我说话 这垃圾桶你禁定了 大哥 有话好好说 在表面涂一层柠檬汁 一直分类物质的活性 我就不会氧化变黑了 有这好办法 早说不就行了吗 有只鹦鹉 一直在我身上 吐来吐去 怎么办 咱先等 急 我要破天的富贵 你这给的是破天的口水啊 别吐了 好羡慕你 这福气给你要不要啊 如果他能对我吐一口就好了 你这鹦鹉脑袋没烧坏吧 公白鹅鹦鹉和我们不同 公白鹅鹉只会朝自己的求偶对象呕吐 呕吐是他们的求偶行为 你看看 他这丰满的羽衣 漂亮的脸蛋 多么迷人 原来是这样 咱们撒把人都演好 你什么都重要 刚满意醉的小城 即将吃洒街头 这到底是大大的毁灭 还是人性的沦丧 这个骑橙这么新鲜 肯定很甜 你 你难道就不想知道 这里谁比我更好吃吗 别看我 你们先聊 我先滚了 就是他 抓住他 他就是一老灯 哪有新鲜的好吃 你这就不知道了吧 骑橙啊 是后熟水果 刚摘下来的时候 反而没那么甜 骑橙断掉果地后 果子不再吸收养分 放置几天后 果酸会逐渐挥发 而糖分不会挥发 会进一步凝聚 一般呢 其成存放三千是清甜 七千是蜜甜 十二千 就是超甜 原来最好吃的是你啊 老刀 到底吃了 快点啦小树兰 老鹰要来了 我一个星期才拉紫石 别追我 你吃顿饭要各把月来消化 没见过谁向你便秘这么严重的 要不你试一下开赛路吧 抛开几两谈便秘 就是耍流氓 虽然我拉的次数少 但是拉的量多啊 一次能拉我起重的三分之一呢 皇上不急太监急 你拉个shit 能从早拉到晚 你们输来 有百分之五十 死于拉屎这个事 别人拉屎是享受 你们是想死 你这简直是危言耸听 老兄 你好歹等我拉完再抓我 抓你就抓你 还要挑时间吗 闲得没事 就把村口大份挑一挑 我自己闹头玩 关你什么事了 还真关我事了 你一会儿温度高 一会儿温度低 我宝宝的性别全乱套了 笑话 性别不都是天生的染色体决定的吗 咱们海龟可没那玩意儿 性别全靠一种转路因子来决定 而这种转路因子 又由孵化温度决定的 温度高 就大多是雌性 温度低 大多是雄性 只有温度适中 性别比较正常 那岂不是温度越高 生出来的雌海龟就越多 我帮你 温度也不是越极端越好啊 我可怜的孩子们 邻居家火龙果击得正好 好一个重重 笨蛋 用种子种火龙果 少说得等五年 谁说我要用你种了 直接用结果果的强壮枝条千叉 不比你强啊 我怎么躺着也种枪啊 火龙果的命也是命 这点水你打算渴死我呀 火龙果耐汗不耐烙 少浇点水更利于你胜根啊 放心 火贵妃你的福气在后头 你礼貌吗 说此又想折腾啥 这是让你的营养生长 转变为生殖生长啊 不然一心只想往高处找 谁给我开花做果啊 算了 我都被你折腾成这样了 随便吧 好好干 以后奖励少不了你的 自己中的火龙果就是香啊 吃蒜后如何快速去除蒜臭味 弄几颗大蒜吃面 太疼了 不要我 疼 一直都是这么垂的 大姐 垂垂 你是认真的吗 慢着 我有一个天大的秘密要告诉你 还给我装蒜呢 我本来就是蒜 所有蒜素 它含有可挥发性的硫化物 像臭鸡蛋一样臭 会随着你的呼吸排出来 吃了我 你连呼吸都是错的 是臭的 臭自己没事 臭到别人可不好 这还真的有点困扰我 我都是为你们好 为什么还要吹随我 虽然吃蒜会有口臭 但是我们可以使用苹果 花生 生菜 牛奶等食物 去除口臭 面不吃蒜 味道少一半 等我炒烦你们 工作一定要努力 努力没用 运气大于努力 我看你是被洗脑了 怪不得没出血 粉死了 两个笨蛋 吵什么吵 你都吃谁呀 住海边呢 快这么快 是个不脾气呢 这是喷瓜 随着果实成熟 种子四周 会挤满粘稠有毒液体 它们挤压着果皮 真是压力深大呀 这时喷瓜受到外力接触 就会喷射出粘液和种子 而喷瓜本瓜 一般能喷到五六米远呢 喷瓜也因此得名 这就叫后肌薄发 你要向它多学习 多努力 啊 纪念了 别念了 你看 它繁殖靠的是外力呀 运气可真好 这世道 谁还信努力 就会成功的论调 谁就是二百五 当人和当瓜的 哪有资格选择自己的命啊 都是偶然的靠着运气 走上人生巅峰啊